平時如果要保養膝蓋和預防自己有退化性骨關節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第一,我建議控制自己身體體重,不要比自己過份肥胖 第二,坐著的時候盡量不要曲起腳和翹起腳 如果曲起腳和翹起腳的話,膝蓋的壓力會很大 軟骨的腳亦受到很大的壓力,亦會早一點退化 第三,走樓梯就可以走,但不要養成一個習慣,要走很多很多級樓梯 另外,走斜路,盡量選擇,不要太斜的地方走 第四,如果開始覺得膝蓋摸到膝蓋前面的位置有點浮腫的感覺 或者膝蓋後面也有些拉著,膝蓋沒有力的話 應該早點提醒,才可以知道問題在哪裡 但你需要重新的問題 是否能感到的很多時候,你會有事情 你不想透過這樣,可以了嗎? 你不想選擇,就是真的